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1999年中央电视台拍西游记续集 导演杨洁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长沙找到左大芬 原以为左大芬体型已便不能再扮演观音菩萨了 但导演一看到左大芬就惊呼起来 十年了 你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别 随后 左大芬又扮演了西游记续集里的观音菩萨 而在感情方面他则十分低调 他在还未演西游记时就已经结婚了 他的丈夫萧高氏曾是湖南花骨气聚丸的院长 比他年长无数 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至今已经携手走过五十多个春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